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色列駐台大使尤馬亞接受華視新聞專訪 重申他們的敵人是哈馬斯 而非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除了想設立國際庇護所 尤馬亞也想強調 以色列軍人的猶太信仰 讓整支軍隊在戰場上依循道德原則 戰爭一開打 不少在台灣的以色列人 就想回家保衛家園 尤馬亞說已經全部回國 有些投身軍隊後還嘗試拍影片 想向台灣民眾說明戰況 尤馬亞也再一次感謝總統蔡英文 外交部長吳釗燮 第一時間聲人力挺 戰火背後有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 短時間內還看不到停戰跡象 只盼望所有無辜人民都能找回和平 華視新聞 豪天章軍會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